大家好,S級分析,今天要和大家討論一下美元 美元的敗退似乎已經沒有辦法逆轉 究竟是甚麼使得他們可以避開 亞非拉金融危機的災難 為什麼這個美元霸權在這次就沒有得手呢 究竟是發生了甚麼一回事呢 大家可能不知道原來裡面是大有文章的 首先大家先看一個數據 在2022年中國貿易、中美貿易的順差 一年已經是876億美元 但是中國的外匯儲備 大家有沒有留意 都是在3.1萬億美元左右 但是通常很多時候大家只是報的 它現在減到8千多 但是為什麼3.1億就只是說8千多呢 因為有些其他那些有2萬億那些 那些是人家過來投資的 它投資是放了美元在那裡的 那些如果它要走的時候 它要拿走的 所以中國拿著那些是沒有問題的 那些是有人認賬的 那好吧 其實呢 有個報道說明呢 就是說 中國自從疫情到現在呢 你知道它賺了多少錢呢 賺了2萬億美元 2萬億美元那麽多啊 原來 2萬億美元 中國沒有出聲 但是人家呢 就和它計算出來 但是你想想 它2022年 一年呢 都876億了 所以2萬億呢 其實不算多的 就是你3年而已 那大家有沒有覺得很奇怪呢 過去每年 就是過去 那每年的那個貿易順差呢 幾萬億 那錢又去了一些 那你中國報出來的那個 那個儲備就是3.1萬億而已 那因為呢 其實呢 中國向了那些亞非拉國家呢 輸出了美元 那裡面很巧妙的 那這個呢 這個金融危機呢 是沒有蔓延到那些亞非拉國家呢 又有什麽關係呢 大家都知道啊 美元加息之後呢 那很多的聰明的資金呢 就會走到美國那邊呢 是收高息的了 那會從呢 是發展中國家呢 是撤資去到美國的 那就會造成了很多發展中國家 那個外匯呢 是減少的 那經濟發展呢 就會停頓了 甚至呢 是退後 那美元在這個世界上呢 都是通用的貨幣 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合同呢 都是以美元來計價的 但是現在 在美國一輪那個加息 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呢 裡面的美元呢 是很缺乏的 等到那個約定的合同到期呢 其滿呢 就沒有美元來還錢的了 為了國家信用不崩潰呢 以前發展中國家呢 通常呢 就要將它的資產去賤賣了 來套取美元 保住這個世界呢 保住國家的信用 但是呢 不是代表這些這樣的賤萬資產 是不優質 或者呢 是不值錢的 只是呢 由於呢 美國突然加息 手頭緊 手上就沒有這麼多美元 發展中國家 就埋在地下 那些這樣的礦產啊 工廠裡面 不斷生產的產品 其實呢 是非常有價值的 那如果給這些國家呢 是兩三年時間 絕對呢 他們呢 是可以賺到足夠的美元 是來還這個美債的 但是呢 美國的暴力加息 它主要就是想壓 那個速度夠快 故意呢 就不讓這些國家 有時間去反應 那手頭上 暫時缺乏美元呢 這個時候呢 中國出手了 中國呢 就借這個機會呢 就給亞非拉國家 美元 他們呢 就可以拿著這些美元 去填補它國家的資金缺口 可以還他們的美債 就是還他們的那個貸款 將那個債還完之後呢 中國呢 也都沒有附加任何的苛刻的條件 包括政治方面的任何條件 絕對也都沒有趁火打擊 但是呢 你借中國這些美元呢 就不能夠還美元了 你到期呢 只能夠呢 是還人民幣的了 在未來的兩三年 那麽呢 亞非拉國家 出口了商品 的結算 的時候呢 就不能夠用美元了 你只能夠呢 是買家 要拿人民幣來做結算 就是你用美元計價 但是你結算的時候呢 是用人民幣 那那個買家 是不是要給人民幣呢 那自然呢 啊 他們就要去市場上去賺人民幣了 那就可以呢 因此呢 他們 這些亞非拉國家呢 是賣這些商品 用人民幣結算呢 就自然就可以收到 足夠的人民幣 如果你對中國 開出的條件 是合適的 大家就簽合約 那麼 中國呢 馬上呢 將美元呢 轉到這些亞非拉國家 如果你覺得不合適的 那你不需要簽紙 就無所謂 那你就自己去找這些歐美國家 去高息借美元了 或者呢 等到你國家的儲備用盡 那麼全國的資產呢 大戰賣 你賣資源來還債了 那麼 中國提出公平幼稚園 同手無欺 那麼呢 美元的準備高級的亞非拉國家呢 幾乎呢 都同意呢 是中國的建議 然後呢 中國神奇地 無限地 無限地 無限量供應 這個 在那個順差的巨額裏面 的足夠美元 來應付這些國家的拆借的要求 所以為什麼大家看不到它那兩萬億呢 是從中國那裡掃出來的 所以呢 2022年 美國呢 暴力加息了一年 全球呢 竟然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 是缺乏美元的 也都沒有國家外匯儲備呢 是有用盡 而導致國家的金融呢 是崩潰的 甚至呢 崩潰到呢 甚至呢 那一年呢 說崩潰呢 距離是很遠的 因為呢 中國 有一條大水喉呢 在後面呢 射著給這些國家 供應足夠美元的資源 似乎很明顯呢 是 中國呢 有求必應 沒有極限的 你要多少我給多少美元 但是呢 美聯儲呢 維持這個5%的基準利率 的利息呢 它是需要成本的 而且成本是雖然高的 每個月呢 都要付出高壓的代價 只要中國呢 是源源不絕 保持那個巨額 那個信叉 然後呢 拿著這些信叉呢 是的 是收回來的美元呢 去給這些國家 輸出給他們 那這些亞非拉 發展中的國家 就可以撐得很久了 撐到呢 撐到什麼時候呢 撐到美國呢 是崩潰為止 現在倒轉 美國自己搞不定 因為它想收割 收割不到 還有它要給高利息出去 過去呢 美國從來呢 沒有在這個暴力加息裡面 是崩潰過的 都是呢 使得其他國家 阿非拉國家 先崩潰的 所以在這種高息環境之下 美國呢 到底到底可以撐得多久呢 沒有人跟以前 跟美人一樣 是測試過的 但是這次呢 就可以試試了 美國 在這個暴力加息 那些暴力加息 就很高興 不迅速 崩潰呢 大家也很高興 因為美國在高息環境之下呢 撐得越來 美國國內的損耗呢 就越是嚴重 而它國內的分裂呢 也都是更加緊張 阿非拉國家 拿到中國那個美元 的人民幣債券 越來越多 而人民幣的債務 就越來越多 只要這些國家 在未來那幾年 是瘋狂地去 在市場去搜集這個人民幣 來還人民幣的債務 那人民幣的國際化呢 自然自然就推開了 不用中國自己推的 明白嗎 是他們幫你走的 同時也獲得到 這些阿非拉國家的友誼永固 因為在緊急關頭 中國給他們的美元來應金 屬於是雪中送炭 借給朋友雪中送炭 而又破壞了美國人那個陰謀 去收割其他國家的糾菜 的計劃 還推廣了在人民幣國際化 這個呢 實際是一戰三調的好事 那這些呢 美國佬呢 學不到中國這些精華的 這招實在太厲害了 我猜不到 中國會將一些 美元 無條件 借給其他的 戰略夥伴國家 因為這個做法 我們都看到為什麼耶倫會這麼緊張 耶倫一直都要找中國去談 我想他心知肚明 中國在做什麼 因為這2萬億的美元 即是我們保守估計 或者是中國的儲備美元 其實真的很多 你說如果借美元出去 接著的時候收回人民幣 咦 那就搞定了 那這個chip 系統 就可以了 其實我看到這個做法是很棒的 因為我看到 之前 台灣的有一個國民黨的 叫蔡正元 這個時事評論員 他說 中國應該盡快把 那些美元 美債都賣光 但是我的觀點不同 中國始終你都要留有 美元和美債 因為你交易 是需要用美元和美債 因為這個是我們需要的 我們不是要令到美元 即是和大家說拜拜 而是我們希望透過美元 去做一些生意 因為有國家只要接受美元 我們這次看到俄羅斯其實也是一樣的 俄羅斯的 那些勞布的匯率 開始是 大幅地貶值 那因為的時候 他的美元不夠 那剛才先生也有提到過一點 就是聯合國 那邊 就希望再重啟俄羅斯 進入Svid的系統 那這個誰提出呢 那要這樣做的時候 其實是很重要的 因為不是 基本上美元不能夠 那你雖然說勞布會受到影響 但是對於美元的打擊 還會更加大 因為少了很多份額 那首先第一件事 我覺得對於這件事 美元 美國應該就 就是還錢 給美國國民先 還錢給俄羅斯政府 和國有企業 那這才是重點 說回 剛才這個做法 我真的 突然間 一言驚醒夢中人 就是 有關中國的2萬億美元 在疫情的時候 賺這麼多錢 你怎麼用好呢 這些用法是最好的 亞伊拉 亞非拉 亞美國家 亞洲 非洲 拉美國家 三個地區的國家 其實最需要幫忙 難怪 現在這麼多 這些 這幾個國家 亞洲 非洲 拉丁 美洲的國家 是完全跟中國 站在一起 我曾經有朋友跟我說 這些國家 全部都是很窮的 窮到 就真的完全 不清楚 他們究竟 在做什麼 為什麼中國要幫他 為什麼中國要幫他 中國幫其他國家 是理所當然 還有 他表示 一帶一路 不是 對中國有利 而是對其他國家有利 我覺得這一點是不同的 中國是 報告一個全球的大局 錢 賺不完 就好像 我們古代的時候 有很多人說 我們國家應該要賺錢 賺很多錢 但是 我們反而要幫助其他國家 所以中國的國運 基本上是好的 如果不是有些 比較蠢的皇帝 做了一些錯事 又或者不明白世界大局 做了一些誤判 那我就相信 中國共產黨現在的情況 是非常理想的 而且美國為什麼會這麼急 做這麼多的事情 我覺得 也是很值得 和大家細細私糧 是嗎 一先生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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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裡順便講一個故事 你剛才安尼 因為如果中國 直接和美國對抗 是很辛苦的 但是現在他轉這個手法 又幫到其他阿菲拉國家 也都解決了他自己的問題 等於以前有一個 我們大家當聽故事 有個員官 就想來到 新來當地 有個 當地有那些地頭蟲 所以他要去當自己的 那他要去當地 那就是香港人 那之前是在那裡 那些人 以前的縣官 都要拍他三彈 那他怎麼做呢 他說他要打羅、打鼓 那他就說送多少 去拜訪這個人 送多少百兩黃金給他 送了他之後 有些人就說 哇 你這個縣官 買他怕 你做官你還怕他的地頭銅 但是過了一個月之後 那個地頭銅就給一些土匪抄他家 大家知道什麼事 打羅打鼓 說了給人家聽 我有百兩黃金響這個人那一套 我搞不見你 那些土匪給你 就給他抄了架 殺了全家 購買那些東西 把那個問題解決了 反而當地人很多人就佩服他 因為他當然那些惡霸 他以前有些家丁 有些打手 以前我們那些文官來的 你可能沒有那麼力量去清算他 用這個方法可以解決到他 也是這個方法來的 這些做法來講 美國人是沒有這樣的文化水準 可以學得到的 我們講一下 除了剛才說馬克龍 要講一個人的 我們要講一講就是馮德萊 馮德萊大家知道 馮德萊恩 馮德萊恩 是 馮德萊恩跟著馬克龍去訪問中國 其實有很多人都講 馮德萊恩其實這個是美國的馬底來的 為什麼要陪著馬克龍過去呢 其實就是他來搞搗亂的 所以這個馮德萊恩來到中國的時候 又大善又說台海局勢 不變等等言論 其實是想炒我馬克龍的 但是這次呢 還有一樣東西 大家看到他和馮德萊恩訪問中國的時候 裡面的新聞少得很可憐 好像簡直就是你不回意的時候 根本都不知道原來他來了中國的 而且他受的待遇和馬克龍完全不同 馬克龍很高規格的接待 那他呢 是沒有什麼人理睬他的 還有他又要坐班機過來的時候 是坐那個民航班機的 還要坐凌晨的民航班機 離開走的時候 是一個人走普通航班的通道的 通常這些都是走外交通道的 那就可以看到了 而且呢 有一樣東西就說呢 突然間他在歐洲議會就發聲了 那首先呢 我們看看他在歐洲議會 說些什麼呢 他說呢 他說我這次的訪問呢 使得他對中國人民是更加崇敬的 從歷史上來看呢 過去很多的世紀呢 中國人民參與呢 是這個索造世界文明 在過去的幾十年裏面呢 他們呢 是真正的 是改變了這個國家的經濟 在過去的45年裏面呢 是使到8億人口脫貧的 因此呢 我們是絕不能夠忽視 中國呢 是已經轉變成了一個 現代的經濟的強國 全球呢 是主要的參與者 和很多的尖端科技的領導者 去講中國 這個呢 下面他所講的東西 大家很有趣的 我們之前說 這個是美國的馬底來的 他下面講的東西 原來美國是犯犯的 唱反調的 他是中國如今的國際和經濟的地位呢 是涉及歐洲的利益 也都看到歐洲必須呢 是謹慎處理到呢 和中國的關係 從我來看 我亦表明呢 對歐洲來講呢 跟中國脫歐呢 顯然是不可行的 不可取的 甚至是不設實際的 在這個訪問中國的時候呢 他呢 就已經向中國表明 歐洲不希望切斷 經濟 社會 政治和科學的聯繫 中國對歐洲來講呢 是一個重要的貿易夥伴 那最後呢 他就呼籲了 世界正在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中國已經變了 歐洲也已經變了 所以呢 歐洲要調整 對話 戰略 團結 一致地來 是對中國來相處的 那他這一番話呢 講的是定不尋常的 當然呢 在歐洲議會的發言裏面呢 那他一個個反常態呢 是呢 竟然呢 走來呢 反過來呢 是稱讚中國的 那跟他表 他這個的重點 其實他講出的一件事 就是說 跟中國的關係太過重要了 他說我們歐洲呢 必須是制定自己 對華那個的定態的原則 意思是說 不要跟著美國了 歐洲需要一個年半 和獨特的一個對華的戰略 的降低 對這個對華 對中國的依賴 但是呢 不是說要脫歐 對歐洲來講呢 脫歐是不可行的 不可取的 不實際的 那其實這個 他講出來呢 大家想不想到這個樣子 這個是很震撼 還有現在馬克龍啊 巴西啊 這個 蓬德萊欣啊 這些這樣講出來的 其實呢 就差不多跟中國 是做了很大的 那個 的宣傳 是 有一件事 還有一件事呢 現在 我們說說 那個美元 是 這個 結算 一直去減退 那我們又看回一些實際 數字 因為呢 現在呢 是 有一個 我們有一個物理的一個慣性 當你這個 物體 靜態而 有個推動力 有個momentum 一推它動的時候呢 它自動呢 就不停地去前進了 就是說呢 現在那個去美原化呢 已經呢 在很多國家裡面進行著的時候呢 一路呢 是去美原化那個 那個勢呢 就會一路下去呢 就影響很大 所以也都 為什麼 這個 這個 耶倫呢 現在 要出聲了 說不行了 還有呢 為什麼美國呢 也都說要軍事威脅呢 因為呢 已經是到緊急關係了 那現在我們看回一件事呢 就是 在 國際貨幣基金會 IMF 發佈那個世界經濟展望裡面的報告了 那我們看完這兩樣東西 那麼 預測全球的經濟在未來那五年呢 保持高利率的增長 就是說呢 將來那五年呢 大家不用想呢 那些利息都會低的了 而維持呢 存在的一個經濟會 存在的一個下行的風險 就是你的經濟會低的 但是中國呢 將會成為全球的經濟的增長 最大的引擎 貢獻率呢 是美國的兩倍 而現在呢 世界那些車行 那個車的企業的大佬呢 齊齊聚集了去上海的車展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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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這個保馬那個董事長呢 都說 中國呢 是世界未來經濟之所在 就是主要呢 是靠中國的了 那麼 這裡不說 保馬說過的出事了 好 那麼 IMF呢 公佈了中國呢 和G7 G7 主要的經濟體 對世界經濟的增長平均 那個貢獻率 在2013年到2021年 那麼 中國金磚國家呢 是38.6% 那而 G7呢 是25.7% 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呢 是金磚國家 是比G7的國家 已經是高了 2022年的時候呢 的統計 全世界呢 是43.4% 2022年統計 已經呢 G7呢 是佔世界呢 是43.4% 那如果這樣說的話呢 金磚五角呢 佔全世界呢 是25%左右呢 但是金磚國家 他們那個體量呢 他們的經濟不斷地增加 但是呢 G7呢 他們是從當年 佔世界百分之70%呢 跌到現在 百分之43.4% 那麼 金磚國家 是佔25.25% 就是大家看的一樣的話 G7國家以前是佔世界 70% 但是現在跌到43.4% 雖然金磚國家是25% 雖然金磚國家是25% 但是呢 但是呢 由這個 IMS那個圖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了 那麼 2023年呢 美國 是 去1.4% 歐盟是0.7% 德國是0.1% 法國是0.7% 意大利是0.6% 日本是1.6% 英國是-0.6% 加拿大是1.5% 但是大家看回 發展中國家呢 2023年 中國是5.2% 印度是6.1% 俄國是0.3% 巴西是1.2% 就是說 大家看到一個 如果大家再看隔離的數字呢 2024年呢 中國是4.5% 印度是6.8% 俄國是2.1% 巴西是1.5% 而你看回 所謂G7國家 全部肯1.4% 甚至呢 意大利是0.9% 英國是0.9% 日本是0.9% 還要比今年還要跌下去 就是看到一件事 G7的經濟是下跌的 而這個 金銀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是上升的 剛才我們這麼說 這個美元的結算 這個收縮 但是呢 你那個G7國家的經濟再下去的時候 就是說你美元的結算還要跌 但是呢 這些發展國家 那個人民的結算呢 會繼續上升 那大家可以看到兩個 那個對比 那 那G7的經濟下落呢 主要呢 就是這兩年 這兩年大家都知道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呢 這個 蘑菇戰爭 那就是說 如果這個戰爭不結束的話呢 歐洲的經濟呢 絕對是沒有得翻身的 因為呢 那個能源 那個石油 那個成本太高了 那歐洲的經濟呢 比美國呢 是更慘的 那美國這次搞這個經濟制裁呢 金融制裁呢 美國呢 出了一招很狠的 就是它是將這個呢 不止是自己制裁它 那初期的時候 我們不是說耶倫那一段話呢 耶倫那一段話呢 他那個的 耶倫那一段話呢 就是 什麼呢 這個的 他那個的 這個聯盟 這個盟友 一起的嘛 是 他說 這件事呢 不僅僅是美國的事 而是 合作夥伴 組成的聯盟 是共同 實施的制裁 那 他 美國人很聰明的 他覺得說 不是 不僅是我 你們都同意 其實他這招呢 是很毒的 其實他將 歐元、法郎、英鎊 一起拉進去 日本呢 更好了 日本自己又跟歐美國家搞制裁 本來就沒有拉他進去的 他自己就 把他推進去 推進去 推進去 否則呢 美元這次的重創呢 為什麼 美國人很要這樣做呢 因為 否則 美元這樣的重創呢 他會使用到 歐元的管理 所以為什麼他要 拖你下去 現在呢 大家看到 這幾種的貨幣呢 齊齊都下跌了 下跌到最慘呢 還不是美元 而是瑞士法郎 那瑞士的銀行體制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銀行倒位的問題呢 也是跟著美國那個金融制裁所造成的 現在世界對於美元呢 就不信任 對於歐元也不信任 包括瑞士法郎啊 英鎊啊 更加不信任 現在使用美元交易的比例呢 還是呢 在87% 但是這個呢 大家不用怕 因為有些是美元計價的 結算不是美元 但是問題是一樣東西 我們以上講到 就說 喂 你87 就一個 中國那2萬億美元 放了給菲拉國家 幫你撐了 然後他們用人民幣 去將來做結算 還有 這些的發展中間 在IMF 他們的經濟上升 那大家可以看到 美元的結算 一路一路會跌 是跌得非常快 和慘的 那大家做交易的時候 都要是經過Swiss這個系統的 美元交易的資金流向 就完全被美國的腦袋掌握的 受到美國的控制 美國是掌握各個的國家 各個的公司 包括個人的美元 是資金流動的 所以那時候我看 我跟那些客戶說 你美元給 你知道嗎 你的美元 至少你的交易 是要經歷美國 然後去那邊審查 然後回來香港 雖然香港銀行給美元 給你美元 但是都要 比美國那邊 而這個美元的流動資產 是最敏感的 美國擺明 擺明 就控制大家 那個美元的資金 甚至是個人 它控制 包括華為 甚至是 足利萬元 大家都知道 控制你的個人 甚至你公司的資金流 所以美國控制這個世界 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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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美元 還有隨時可以 是掌握 任何公司的 最敏感的資金流 如果大家做貿易交流 或者兌換美元 都要換成美元 都要通過Swiss系統 這個就造成全世界的恐慌 現在對美國的Swiss系統 就好像要過鬼門關一樣 大家現在都不想通過它 害怕它 另外就是有些有錢人 現在只是快速地流出美元區 美元特別是中東的海灣國家 海灣的公司 因為它們有大批的美元資產 其實我們也都說過 已經知道有1000億美元 是走到香港和新加坡 新加坡其實大家可能沒有留意 新加坡其實這個是共產社會國家 不是 共產社會制度的國家 這是很大的疑問 而現在那些所謂的資本主義國家資金 要走去香港 香港他們認為 是因為在中國之下 所以也是用於共產國家社會 就是他們來講 新加坡 為什麼這些資本主義的資金 要走來 共產主義的國家的銀行呢 這是很大的疑問 很多國家的外債都是用美元借的 然後美國又在操縱匯率 利用今次的暴力加息 來玩弄其他國家 但是美聯儲加息的時候 完全都沒有考慮到其他國家的死活 你積極高就使得其他國家還款的成本 要加到兩、三倍 使得很多國家的資金的周遠不寧 那如果大家是這些國家的元首 那你又會怎麼做呢 當然呢 就會對美元被資質 那現在 我們講回 剛才我們說 這個馬龍 那就去探訪 那還有呢 這個德國 這個舒爾茲去了之後 就遭到那個訴訟 但是呢 這次來中國訪問 德國強硬派那個 那個雷外外長 又很奇怪 又開始發聲 去支持法國對中國的態度 而呢 歐洲安全代表 這個叫做傅雷里 在決定去訪華的前一刻 推遲去訪問中國 由此可見 美國對於歐洲的施壓的力度 是有幾大的 因為美國明白到一點 就是一旦去美元化的潮流 徹底捲直全球 會看到美國的霸權 是會崩潰的 美元是美國的根基所在 但是如今看到的根基 將會崩潰 美國開始著急了 美國可能沒有辦法 陷動中國和俄羅斯兩個國家 但是呢 他欺負得起 他自己的小兄弟 總是呢 這個手道賴 現在呢 開始呢 不惜一切的手段 來威迫其他國家 不能夠去美人化 所以說呢 這一場 正是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世界 這個攤牌的戰一場 事關全世界的格局 的生死惡鬥 那中國經常有一句話 講到 這個是中國的軍運 軍隊的靈魂 叫做客路相逢 勇者勝 就是說 其實這句話呢 就是說 當兩個劍客 向一條窄路 就是說大家鼻都沒有 你碰到 沒有得翻轉頭的了 只有呢 誰贏呢 就是誰夠勇敢去搏鬥的 現在呢 可以說 讓大家 共同來見證 這個歷史時刻 就已經到了 大衛生 你又怎樣看 我想請問一件事 為什麼 新加坡是共產國家 我一直說他家長主義 他都未算 他又沒有輸讓共產主義 先生請教一下他們 他的制度方面 不是 他不是一個 沒有輸讓 但是他的制度 你其實看到很多東西 他是共產主義國家的制度以下 所以他那些有 他那個房屋呢 資本主義國家是沒有 所謂的分配房屋的 他有廉價房屋 而在裡面呢 我們聽不到說 這個 新加坡其實比香港更小的 如果是你駕駛一個鐘頭車 因為兜雲 一個新加坡 但是他土地呢 就不斷地去填海 去發展 還有呢 你知不知道他那個市場 的房屋比例 和他國家提供的房屋比例是多少呢 3比7 就是說呢 70%房屋是由國家提供 租住 所以我們所謂的廉宗屋 還有呢 是賣給你的 但是那個價錢呢 完全是不計算地價的 還有他很多那個 制度那些東西呢 都是 其實由他開國的時候呢 都是根據共產主義社會制度 以下的制度 來編出來的 所以呢 這個大家如果是小小看 在這個新加坡的制度呢 你會看 自發現呢 哦原來 這個其實是一個 共產主義國家來的 當然呢 在他西方國家呢 捧他呢 就稱他為一個民主社會國家 其實呢 就是大家 我們看實質的東西 看他的主義 因為很多東西 他不會是西方國家 那種資本主義國家的 制度行的制度出來的 嗯 其實他不是民主國家呢 因為其實我看到民主峰會 都沒有請到 李煙龍過去啦 所以的時候他都不算是民主國家來的 但是 先生的解釋是很正確 我覺得 他是為人民著想 以及採取的就是公營的制度 你看到大馬石基金都到處投資 是國家基金來的 這個在其他地方都很少有的 現在中國都可以這樣做 還有 就是要說回剛才 先生說的 你說如果世界 這麼急速去做的話 那麼去美元化 還有的時候 令到美國 不再獨霸全球 這個浪潮一起 我自己個人感覺 就會很快 令到美國玩完的了 我的預判就是 在2024年 左右 或者甚至早些 我想美元的整個結算系統的份額 就應該是大幅 好像土坡那樣下射的了 會不會是這樣的情況呢 先生想請問一下 至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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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裏面 至少一半 是的 我的預測都很準 我覺得這次的美元 就是很大劑 很嚴重 還有的時候 不能回頭 可以說久一點 先生不要緊 我們 你看看金磚五角 包括這個 現在有很多國家會進去的 亞根廷 拉美國家都申請進去 連中東的國家 阿聯酋那些都進去 你想想 還有剩下什麼 就是G7 所以為什麼我們剛才會說G7 只有G7的份額 但是G7的經濟一下降的時候 根本就 全世界各國就變了 還有 這個美國 有些人已經是估計它會跌下去 不是叫二樓國家 是下去到三樓國家 裡面的 因為你的科技 現在它最好玩的 就是最近 它搞了中國的科技 它自己又沒有科技 就是它不准美國公司投資 在中國的科技裡面 這個其實是好事的 因為每一次美國都搞傷 就是搞死它自己 美國 我們說四大支柱 就是軍事 軍事 那些這樣的軍艦 軍機 出現了很多的問題 就是保養 設備 也是叫舊 美元 美債 不用說 高科技 其實高科技 現在中國全部分 高科技裡面 新的高科技 全部是中國佔領的 那美國還有什麼 沒有東西的了 美國 最好 孤軍寡人 留在美洲那邊 不要搞亂世界 這個我覺得是的 有一點點補充 我覺得 對於美國來講 它現在所做的一切 其實在各方面都已經處於一個弱勢 它不是處於一個 我們國運開始上升的那個階段 而是慢慢是一個崩潰的階段 這個崩潰 就是我自己覺得 不知道是否正確 是不會慢慢來的 是會突然間蹦一聲 懸崖式下跌 其實懸崖式下跌也不奇怪 是因為它之前的時候 已經是千瘡百紅 好似捱著 但是虛有其表 先生 是嗎 是啊 因為你學到現在他們那些基建的那些東西 很多時候我們看回歷史 好像一衰起上來 一樣衰的 其實就是因為 你對到那個臨界點的時候 你就樣樣同時發生問題 你好像一齊去倒下去 因為它現在那些基建 那些保養那些全部都有問題 以前它又反對了中國 跟它建這個高鐵 比如說 比如說 這個 這個 因為那個基建來講 是中國的基建 那件事是最好的 現在在全世界上 還有那個價錢又低 那你做不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怎麼說 你整個那個 因為等於你的工廠 除了你培訓好你的人 你又有資金 又有開發 因為你有開發 你有些生產品去推銷 那你之後再有生產的 那變成你各樣都出問題 錢 第一個問題 一錢出問題 你沒有錢 你就沒有得去培養你的人 也都找不到人才 那你沒有錢 也都不做到維修 那就變成有千花板倒下 這個機器又老舊 又出現問題 機器故障 那些同時很多東西 一環節一環就出現了 所以很多時候 它一啟動了一個問題出來的時候 你其他問題又好像 陸續地發生 好像一起倒下 那樣 所以大家 就是擔定凳仔 賣定花生 我們看戲了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好嗎 好啊 多謝阿先生的支持 好 拜拜阿先生 感謝你 多謝大家 拜拜 多謝阿先生的分享 今天我們都學了很多東西 也都了解到 整個美國的運勢 其實已經是 向下走不特之 還是急速的 這個轉變 我相信很快大家都會看到 因為你見到耶倫 說話都是非常政治化 以及 美元系統 整個 美軍的操作 和以前 大家聽聽話說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大家 真是擔定凳仔看戲 今天 多謝阿先生 亦都希望大家 訂閱 讚好 留言 分享大衛Sir的頻道 如果可以的話 請大家盡量看完廣告 感謝大家 如果大家失聯的話 希望大家重新再訂閱 感謝 今天時間到此為止 拜拜 各位